本集完 一起唱歌 歌曲 你要放在哪裡 就這樣 一邊再中間 你要放在哪裡 我問你啊,你北極的頭 對啊,我就去想說 好 我學的東西就是暴露彎像很多很多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這種東西 每一樣東西都有它不同的領域 我們了解了 可能就是在我的東西裡頭 沒有說我這個東西 我可以用蠟染的 也可以用畫的 也可以用貼的 全部融合在一起 那是我自己的品味 自己的做出來的作品 它跟別人做的很不同 所有的上面的部分都是畫出來的 從這個地方 我們的圖案只有到這裡 所有上下 都要自己去延伸圖案 把整個背景都要照出來 這邊也是一樣 紙張也是只有到這裡 這這麼一小段 我們要去延伸它整個 全部做出來一幅畫的感覺 有沒有 我不是家政系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是在有一次是看到人家做一個斷代花 那好多年前了 做斷代花 那開始的時候 看它好漂亮 現在去做 就去台北 那時候是在台北 看到學校畢業之後 就在台北看到這個花 就過去學習 他說最有名的就是斷代花 賣一斷代花的老闆 賣材料的老闆 他居然是我們家自己的親戚 很巧 那後來就一直跟他們在學習 他就請日本老師來台灣教 我就去學了 那學了之後 看到越來越有興趣 對這個方面越來越有興趣 後來就再去參加皮雕課程 學了之後 又看到有更漂亮的花了 它是染色花 然後這種花感覺像就比較逼真 比較好看 在台北大概學了兩年多 那我都是一直都是參加 那種私之班的 個別班的 不是參加團體班的 因為這樣子學到的東西 會比較多 那最近比較流行 就是手工DIY 下去做的 就是直接我們做打板的 這個包包 那這個包包的話 就是LV的形狀 那我們就是看到他的整個圖形出來 我們就要下去製板 製板製好了之後 就開始要縫製他這個整個過程 那這個做好了之後就是你自己獨一無二 因為板型是你自己打出來的 他不會跟別人一模一樣 那這板型那要分很多塊 一塊兩塊 然後慢慢用全部用手工縫的 這不是用機器測的 完全是用手工縫的 這個就是圓皮下去敲打的 那我們敲打的工具很多 每一個步驟慢慢的敲 從這邊慢慢慢慢敲 把這個圖形敲出來 這是以前的 大概這個包包大概20年了 在家自己 有一個小小的工作室自己做 那那時候我還沒有結婚 做到一陣子之後 救護團 救護團就現在那個馮姐 他那邊的主人就很熟了 他說你來救護團教好了 所以把這個技能教給大家 讓大家能夠學習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一直教 教到現在 受到壓力 第一個 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存貨 會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所以這個壓力就是說 我覺得到物質很不夠用 然後永遠沒有辦法很整潔 因為我們太多的東西 你學好多東西 從 第一個我覺得我蠻有興趣的 第二個就是 有些人跟我談的時候 他看我的作品 他說 你的年齡跟你實際上的作品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現在他們年輕人所講的 大概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我都可以去接受到這種東西 還覺得說 我的想法 我的感覺 跟他們年輕的那一代的完全一樣 像我女兒的話 他也覺得說 我做的東西 他們會蠻欣賞的 他也喜歡做這些東西 每一個人 他不是說 你學到這個部分 你就覺得說 滿滿意的 其實還有更上一層樓 非常非常多的 大師級的東西 很多 我們只是想說 能夠繼續說 有這個興趣 那在這方面 有新的東西來的話 我們還想說 再繼續再去學習 成功 你詞給大家 找最慢的 你看 是 有時候 你一定不喜歡 你會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